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就說等一次 等一下相賓院長還要趕到香港去 所以八點五時我們今天要結束 所以我們就為了不耽擱寶貴的時間 我們就開始 首先我先簡短做個介紹 我們長江商業學院的相賓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的吳亦吳教授 還有我們的吳清松教授 吳聰涵教授 我們EMBA的校友還有現任的現在同學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首先祝福各位新年快樂 我們等一次開始上班的第二天 我們就有這個榮幸邀請各位回到校園來 而且我們邀請到一個相當難得的一個speaker 來跟各位分享中國的過去現在跟未來 所以相賓呢 就是過去我常常聽到的名字呢 因為我的 NYU 的同學呢 吳亦吳教授呢 跟他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們就是一起八六年代 八零年代呢 應該是八二年八三年 一起到加拿大去 第一批的中國留學生 就幾個到加拿大去 然後呢 八六年我們就在 NYU 開始練會計的 PhD 在一起 然後他們兩個又一起到香港去 然後相賓呢 就離開香港科技大學以後呢 很有勇氣 他先回到光華 光華管理學院創辦了 全中國第一個EMBA的項目 那時候事實上呢 是還沒有被他們的教育部認可 我不知道有沒有比台大早 台大是台灣第一個辦EMBA的項目 就是說那時候我們是教育部 認可我們才可以辦 才敢辦 但是他是教育部不認可呢 他還做 因為他認為說 這不需要教育部認可 因為當你一個 program 可以做到一個名氣的話 事實上 就 certificate 就等於是 diploma 所以他現在要開始有很多的一個新的策略的一個vision 像昨天我們跟他一起吃晚餐 他講 現在我們應該是開始東方要來教育西方 而且不是 就是說等於是他們的CEO要來聽我們的課 所以呢 我想呢今天很難得 我們可以邀請他來分享他的vision 還有對整個一個中國策略的一個佈局 那當然等一下呢 我們跟相院長講 說我們的在座學生呢 說身經百戰 所以呢 就是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盡量等一下各位Q&A的時間盡量問 因為這個場所我們是第一次啟用 所以呢 整個電壓還不穩 所以呢 當你看到量 但是其他社會就只有燈光有問題 所以呢 相院長他說 不會 因為他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所以呢 所有的場合都看過了 所以我們 而且這個場所我們是 正式開始的第一次啟用 也感謝各位的歷領 現在我們的熱烈歡迎 鄉斌 鄉議長 鄉斌 鄉議長 鄉斌 鄉議長 那 吳蒂和我們是 我們是N年的朋友 當時出國一起 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們我想共同的感受是 我們真的是非常幸運的一代 我們的經歷的實在是太多太多 昨天和台大的老師吃飯的時候也談到 我說我們和美國人站到一起腰本 最硬的就是我們有歷史 你沒有 我們300年一個循環我們轉了 主要朝代的轉了五圈了 你們第一圈還沒完成呢 和我說話的幼兒園水平和我對話 是 所以因為你第一圈還沒走完 那263年 這是第二個優勢 我們經歷了文革 我們什麼都見過 什麼都見過 所以這種考慮問題的空間和視野 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三十多年的時間 到現在正經歷了可能 其他需要兩百年 甚至更長時間經歷的事情 那我是一直抱著學習的態度 來觀察中國的企業 觀察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 到現在還在學習這種 那我是以前 這個和吳迪我們都是會計的 包括院長 大概9798年以後 我就沒有念 Jernobyl County Research了 有沒有念Counting Review 我覺得 就是我第一跟不上 會計的發展的步伐了 第二呢就是我覺得 大陸提供的研究的問題 實在是太多太多 不了解的東西太多太多 重要的問題太多的 不僅給大陸提出一系列的問題 給全世界的發展模式 會提出一系列崭新的問題 那我希望今天 借此機會呢 談一下對這個改革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一種分享 不對的地方 大家多多包涵 講四點 其實這個課我是講兩天的 所以過去 31號開始就在想 來的一天 昨天要寫的很久 這是今天上午還在寫 下午2點15還在寫 就是怎麼能用個50分鐘的時間 把這個基本的故事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但還是有挑戰的 這是呢 因為涉獵的東西 實在是太多太多 那首先呢 這個大陸的經濟改革的成功 我就簡單的過一些 大家可能都知道 到去年為止 我前年了 這是 中國大陸佔的GDP 占全球10.5%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美國還是No.1 已經遠遠超過了日本 8.43% 那你看過去三十幾年 1978年到現在 改革開放 當時中國 改革開放的時候 占1.78左右 去年是10.54% 去30年 34年吧 幾乎是沒有停止過 這種高速增長 一直在延續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這麼長 高速增長 我們知道的人類歷史上 是第一次 人間GDP的增長 尤其是 中國大陸加入WTO以後 2001年 所以你看的GDP 從3.72% 一直到10.43% 我聽會兒講 為什麼 講中國大陸 經濟為什麼發展這麼快 為什麼能取得成功的時候 我可以重新回到這一點 這是 那為什麼加入WTO以後 這個經濟 從3.72%左右 一直漲到去年的 10.43% 2008年金融風暴以後 對全球經濟貢獻量最大的 就是中國大陸 08年對全球經濟增長 貢獻量到了40% 39.5% 那09年更不用說了 全球經濟增長是負的 大陸是一枝獨秀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枝獨秀 目前為止 今年幾乎所有的新興是去年了 幾乎所有的新興市場都放緩 甚至趴下了 那大陸目前為止還是一枝獨秀 所以34年的經濟成功 它必定有些 可能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傳統的經濟理論 解釋不了的東西 可能我們一些變量是忽視掉的 因為我是一直對 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 持比較樂觀的態度 因為唱衰中國的 就太多太多了 從來就沒停止過 我到全世界做報告 相當一部分都是唱衰中國的 所以我就和他們講 我說你看我是最樂觀的一批人 倒退10年 倒退15年 甚至倒退20年 我最樂觀的這批人 每次都低估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最樂觀的 也低估了 那你這麼悲觀的更沒有希望了 基本上是這樣 另外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大國 今年超越美國的概率是有的 去年超越美國的概率是有的 也成為09年超越德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 你看過去10年 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一個一個的紀錄全被打破 一個一個的紀錄全被打破 那比如說2010年超過美國 美國把持了110年的歷史 世界製造第一大國 被大陸徹底超過 就一個一個的紀錄 一個一個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你看1820年 中國佔全球GDP32% 這是那個OECD 著名的經濟師 Agnes Madison做的研究 是不是 中國一直都是No.1 如果人口佔全球20% 中國佔全球GDP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 這種信息不對稱 基本上都已經解決了 什麼金磚四國 什麼叫磚 人口多了就是磚 沒有人口沒磚 不需要做太多的分析 有人就是磚 就未來 有人必定會主宰一切 只要你不自費武功 再搞個文革什麼之類的 具體的數據不跟你過了 全球產出佔的比重 你看經濟學人做了一個詳細的報告 你比如說 中國鋼鐵的產量2011年已經是美國的6.6倍了 6.6倍 你看這真的挺嚇人的 這和美國做個參照系 已經超越美國的 他們估計哪年會超越美國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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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 這是 中國已經是這回全世界 而且在很多行業是第一大市場 比如說汽車 那汽車 09年就超越了美國成為第一大 2011年 在大陸的這個汽車銷售量是1900萬 第二大是美國 1100萬 差距非常大 這通用汽車 這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長就說 過去三年的去年說了 過去三年 我們所有通用汽車的最新的款式的汽車 都是投放在大陸市場 然後再是美國市場 過去如此 將來肯定更是如此 形勢比人強 就是 2月9號 去年2月9號 我們在英國議會做了一個培訓項目 參與演講的是俏牌 英國俏牌公司的 這個 Cine VP 他講 美國俏牌公司 50%以上的 新的增加機會 與中國有關 像他這麼偉大的公司 把中國大陸業務做好 這個公司沒有未來的 It's over 就是 美國的高通Qualcomm 將近60%的銷售額來對中國大陸 所以怎麼辦呢 形勢比人強 不僅要在那奮鬥 還要 survive 還要活下來 還要活得好 這是全球生存的一個必要條件 就是 手機 其他方 外匯儲備 我就不需要說了 這是 美國國債第一大持有 世界500強 數量超過超越了日本 其實富布斯上榜的人數 遠遠低估了中國的billionaire 至少我們校友之中 至少我就知道 有好幾個billionaire不在榜上 這是 因為只要他不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他的財富 我們最可怕的一個學生上課 從來不發言 然後交了朋友以後 還告訴我150多個公司 每一個公司是同一個名字的 每一個公司同一個法人的 無可置疑 我估計他是25個最富有的人之一 所以過去10年 大陸經濟造富的能力到非常可怕的程度 我們第一區的CEO班 32個學生 現在買了29架私人飛機 兩個人買了兩架 因為他太太老人和他搶 一怒之下再買一架 給老婆買一架 省得咱倆相互掐了 32個 29架 直到今天為止 所以到倫敦到紐約都開著飛機去 自己的飛機 我是坐航班了 他們是坐自己的飛機 去了4架5架6架 是坐自己的飛機去念書的 所以哥倫比亞教書的 Greenwood Warren Buffett的好朋友 一年在哥倫比亞教3天的書 他教過這個班 他說我在哥倫比亞教書了30年了 歷史上第一次我教一個班 這個班上是6個10億美元的服務 6 billionaires in the classroom 他到前面他說 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到我們哥倫比亞來念書 你應該告訴我到這兒來教書 教我們如何掙10億美元 不應該教書 這是造福的能力非常非常地強大 這個就看我這個朋友圈吧 這個我跟你們院長邀流過 那你像吳亞軍 去年最富有的大陸女性了 吳亞軍 蔡奎都是我們需要的校友 是我N年的朋友 我2002年忙著創辦長江商學院 她忙著創辦龍湖地產 去年她430億人民幣的財富 430億 70億美元是吧 70多億美元 最近好像和她先生離婚了 這是蔡奎 200億港幣分手費 200億港幣現金 歷史上應該最貴的一次分手 長江創造了很多奇蹟 這個就不要宣傳了 是吧 那我是不看報 不上網的 就是包括陳怡宏 包括郭廣 2000年的時候 拿2000萬人民幣都是能的 現在拿100億人民幣不在話下 一天 so much cash 所以過去十年造富的功能 非常非常的強大 未來十年更可怕 未來十年等著看吧 非常非常可怕 那大陸成功的元素是什麽呢 也是 這個問題也思考了很久很久 其實西方對大陸的誤解是很多很多的 包括大陸人對自己的誤解也是很多很多的 到底我們憑什麽 經濟能34年有這麽一個爆炸性的增長 34年 有幾個因素 但社會因素還很多 時間的關係 我就抓幾個重要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我認為是開放 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 兩個兩個重要的這個輪子 開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就是改革 改革是什麽的 改革就是私有化 就是 大陸叫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資本主義 我提會兒講為什麽 在這兒呢第三個因素就是人口紅利 這個是毛澤東留下的 毛澤西留下的 毛澤西沒搞什麽 一個孩子政策 才有了今天 到現在人口紅利 我們還是推動大陸進步的重要 第四個就是和平的環境 最近我參加國際安全會 N狗跟他辯論到N圈 比大陸戴的帽子太多了 我說給我一個道理 大陸願意和任何人有矛盾 GDP才八分之一 二十年才小康 五十年才能發達 不可能的事 另外大陸對外貿的依賴 比誰都依賴 我怎麽可能不保證航海安全呢 這是沒道理的 怎麽說都沒道理 沒有任何道理 另外呢就是政治制度 大家一直低估了 大陸的政治制度的殺傷力 其實這大陸早就不存在共產主義了 我這麽多年 我沒碰到一個人告訴我 我信共產主義的 你不信你到天安門廣 抓住一千個人做個問卷調查 你信不信共產主義 你逮住一個人說我信共產主義 我真的服了你 去試一下 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早就不存在 我說的實在話 去推動中國進步的 還是孔老夫子的一套思想和體制 現在是包括精英治國 這套東西 我停會兒來詳細給大家展開來講 這個和西方流行的主流的民主體制不一樣 是中國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講為什麼 OK 那不說這個體制沒有弱點 弱點也是很多的 這是 那西方的弱點也是很多很多 這是 好 那就一個個過一下 經濟的開放度 那經濟開放到2008年 大陸外貿占GDP70% 美國日本28%29% 到了去年 還有55% 前年了 不好意思 去年就是2011年了 所以這個外貿的依賴度到目前為止 也全球最高的之一 以前是和德國相提並論 現在比德國低了一些 德國到了80% 主要 德國是No.1 大陸是第二 所以很多人說 那你大陸的發展模式 就和日本韓國一樣 就是出口拉動 這話只能對了一半 第二 那是在大陸出口 推動大陸出口的是外資企業 這和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不一樣的 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 像大陸這麼開放 外資企業 占大陸出口50%以上 一度 沃爾瑪 美國的公司沃爾瑪 占大陸出口10%以上 美國人根本沒這個度量 日本想都不要想 韓國也不可能 只有中國有這個胸懷 有這個胸懷 只是55%的出口都是外資 大陸也是唯一的一個 全世界各類的管理形式 都可以在大陸掙錢 德國人掙了很多錢 網馬 大眾 日本企業 美國企業 三星 在大陸2001年的銷售是300億美元 從大陸的出口是300億美元 三星40%的全球銷售收入 有大陸相關 三星的成功40%是大陸的原因 只有大陸允許一個韓國的企業 銷售額比超過所有的大陸企業和它競爭 加起來都不夠 這種開放 是全球領先的 沒有一個國家能靠得近的 尤其是 最近美國人開了好幾次會 動不動就是華為國家安全問題 我說你看大陸 Internet 互聯網 互聯網 股干網 80%是思科提供的 Cisco 80% 看看微软 判判IBM 看看航空管制系統 Lockett Martin 大陸沒有國家安全的概念 就是 中國出了一個像樣的企業 除了鞋子襪子打火機 就是非主流 這是領帶紐扣 是大陸人做的 出了一個像樣的企業 叫華為 就是國家安全給避掉了 是美國封閉性到了可怕的程度 我認為美國在經歷一場文化大革命 真的是這樣子 另外一種形式的 我沒法對話的 他說的對 就沒有人再說可以是錯的 當時和毛主席一模一樣的地位 對 其實美國經歷另外一場文革 完全不同的形式 從當地沒有對話 恩多沒法對話 因為大陸這種開放 大陸成了很多國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歐盟 大陸是它第二重要的貿易夥伴 美國也是第二重要 美國加拿大是第一 那下面就是大陸 那其實美國是大陸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因為歐盟才是加起來的 你像日本 你像印度 印度是number one 這是第二 像巴西 都是number one最為重要的貿易夥伴 像東盟 但是 大陸是東盟是number one 美國是第二 東盟是第三 日本是第四 在三年以前 東盟超過了日本 所以我們長江商事院生意在全球 越做越好 原因之一 大陸的開放 你做生意你必須了解 如何做生意 對吧 trade如何做生意 在中國如何做生意 如何和中國做生意 兩條都需要學習 所以我到巴西演講 哇 那麼多chairman CEO隊要我的PPT 這不是我多偉大 美國沒市場了 他們對美國沒興趣了 這是 我們的投資貿易都從大陸來 靠大陸來吃飯了 這是 形式比人強 這是 你看這是 這是 所以從商學院這塊來講 我們還是希望大陸越開放越好 從自己的利益來講 這是 那吸引的這個直接投資啊 數據我給你一一過了 過去十年 大陸吸引的直接投資 是全球第二 美國是一萬七千億 大陸是一萬一千億 過去六年到七年 日本在大陸的直接投資 過了四千億美元 所以最近這兩個月 我到日本做了兩次演講 兩個月以前的演講 是我唯一的華人去的 我看華人全跑了 這是 就我一個 他是給我個kino speaker 那個退休的那個 索尼的前任社長出警 說無論如何你要來 你不來我就不靈了 這是這是 我說我肯定會去的 這是這是 那個 我說你們日本人想想 天天說大陸不開放 大陸投資兩百億美元 你都呱呱亂叫 你的投了四千億美元 我都沒叫過 什麼叫開放 允許日本人投資四千億美元 這也叫度量 當然 給大陸帶來巨大的利益 有這個度量都不容易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試試看 這是 所以能有這個度量 能消耗掉四千億美元的直接投資 過去六年還是七年 真的是不容易 當然很重要 從歷史上來講 歷朝歷代 大陸開放 大陸就一直是number one 不可戰勝 一旦開放 成為number one 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 歷朝歷代 這絕對不是第一次改革開放 看唐朝的時候 是不是 做官做的 部級幹部的 當時部級幹部很少的 從印度人到伊朗人到最重要的將軍 Mr.Ebei 將軍之一是日本人 那種開放度 歷朝歷代 漢人做皇帝 就一直是開放 我不其實少說民族 不好意思 這是 歷朝歷代 一旦開放 大陸一直是number one 我認為是不可阻擋的一個 只要你open 你願意學習 願意向全世界學習 不自己覺得什麼都懂了 不需要向任何人學習 就有希望了 好 直接投資 其他的我就不說了 就說 其實你就要到超市看一下 這個國家的開放度 也是一個重要的反應 你到沃爾瑪 你到加勒福 很少能找到大陸的牌子 你到日本的超市裡面 很少找到不是日本的牌子 美國也是一樣 歐洲比重相當大 全世界只有一個市場 到沃爾瑪 到加勒福很少能找到大陸的牌子 比較少 wide open 好吧 這也是個證據 好 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 就是雙輪驅動 就是國有企業 占了非常重要的比例 經濟學人搞了一個報道 就是叫state capitalism 其實經濟學人的主編 我跟他辯論了一個多小時 在這個文章出來以前 這是我們搞個閉門的 其實我是不同意他的觀點 當然他提供了很多的數據 比如說 上市公司 70% 都是國有企業 或者國家控制的 國家控制 30%也佔了70%的市值 這都是事實 但是 同樣重要的 你必須意識到 包括世界500強 大陸 進了N多家 但是 可能就是6家 可以考慮 不是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 占了絕大部分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 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 同樣 N多人就認為 中國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國家資本主義 大錯特錯 你看看數據 民營企業 占了GDP的比例 非國有企業 占了71.5% 民營企業 占了60% 因為還有外資 就是OK 那民營企業 創造了80%的就業機會 民營企業 創造了90%以上的新的就業機會 國有企業 每年是減少就業機會 是靠國有企業 推動經濟改革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這個故事 應該怎麼講呢 就是我說其實 這個大陸經濟改革 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民營企業 克服了各種各樣的歧視 在歧視下 茁壯成長 根本不是什麼設計 OK 都是摁沒有摁倒 掐沒有掐死 就活了 就這樣子就是 就完全是這個 民營企業 多少年以前不可以上市 不久以前 不可以上市 沒有外貿權利 沒有trading rights 截止到今天為止 各種各樣的歧視 還是普遍存在 即使你把氧氣給了民營企業 它就活了 中國人這個創業能力 這種發財的夢想 和原始衝動 很難能搞得到 吃苦耐勞的精神 承擔風險的這種精神 全世界都很難搞得到 所以只要不把氧氣給斷掉 它肯定會活的 不僅在大陸活 它會活向全球 將來封都封不住了 也能撒向全球 所以中國經濟的成功 不是國家資本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才成功 即使有了國家資本主義 經濟照樣成功了 因為民營企業的這個原始衝動 和創業精神 Despite of not the cause of 所以這個解釋 完全是錯誤的 對全球誤導都很大 這是 我們是自由企業 你們是國家資本主義 我說你看GDP比例 看看 你看你就業機會 你法國政府和國有企業 占到50%以上了 我比你資本主義的多得多 哪一條你都沒法比 這是 大陸成功因為這一點 不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 好吧 所以西方對大陸了解 我認為太膚淺 就是看了以後 然後我一篇文章就出來 全世界都認為 大陸經濟改革成功是國家資本主義 恩多爾學學壞掉了 這幾個民營企業吧 至少可能稱得上不是國有企業吧 這在500強 三年前幾乎沒有 所以民營企業的進步還是很大的 200102年銷售額80億人民幣 算大的民營企業了 現在23000億的很多了 十年的之內巨大的變化 這是 人口紅利 這是毛主席的貢獻 這是 到現在我們還 另外 現任的政府相對還比較重視教育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和很多金磚四國 尤其和印度相比 大陸遠遠領先於他們 就是 這個重視教育這一點 這是孔老夫子的思想的影響 這還是深深的還在的 這是 另外一點就是 大陸的全球留學的學生 到了 佔的比例到了可怕的程度 澳大利亞三分之一的留學生 英國也是 所以這個 全球的網絡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 全世界在 從他知道 兩年以後我就知道了 這和以前 美國和前蘇聯冷戰的時候 完全是不一樣的 沒有貿易往來 沒有人員交流 完全是不一樣的故事 實在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吃飯店還討論 大陸的富商要出去 全讓他們出去 沒事的 這是 全球化重要的一步 一百年以後 絕對是個大好事 戰略紅利會出來的 這是 不要看著現在 大陸不缺錢 到處是錢 你不缺人才 出去又騰出空間來 這樣才有 年輕人才有機會 這是 老是被你按住了 就麻煩了 這是對不對 反正還是毛主席 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成 這是 機會騰出來挺好的 出去就出去 因為真正的交流 全球化人的交流 因為現在你看大陸 這幫人出去以後 孩子都念的最好的學校 和西方主流的成為同學 這是真正的全球化 價值對接 沒有 無縫對接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 OK 絕對不可以短視 不可以看三年五年 所以我和美國人談的時候 我說你們要看問題 要看兩百年三百年 我說我們三百年一個循環 你沒走到第一圈 是不是 我吃飯也講了 我說你看秦始皇 當時修長城的時候 哇 民主制度 獨裁制度 都認為是個最傻的項目 一百萬人干了十年 國防上是沒有用途的 你知道嗎 那個長城是不是 那現在一看 中華文明的象征 對不對 一百七十年以前 當時沒有選擇了 英國人拿槍逼著我們 把香港割讓給他們 當時一想 民主和獨裁都是不成的 現在一看 不一定是個錯誤的做法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OK 所以很多東西 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多年一看 結論可能是不一樣的 任何東西 不可以過早的 概觀定論 我們集體可以犯錯 這是非常 這是民主制度很難解決的 當然獨裁制度也很難解決 所以我現在找 新一代正氣關係還在尋找 整體我們可以犯錯 大家都認為是對的 也可能是錯的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就是 和平的環境對大陸太重要了 就是沒有和平的環境 不可能有大陸的經濟發展 大陸現在人均GDP是美國的八分之一 大陸對外貿的依賴性 大陸是現在現有的這個 國際秩序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大陸不可能有任何機率體系把它颠覆掉 百分百的是以維護 這任何說法都是沒道理的 我想給我一個道理 但是大陸人天天忙著掙錢 沒有人宣傳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包括這些事從來沒人想過的 很多事 媒體全部給美國把單 這個N多的東西 都是他說的 整個一套 都是他說的 最近和美國人做了 開了很多很多會 這是聊天的 我說你看我們大陸人怎麼看你美國的 弄個TPP 把大陸給排除了 那TPP 對吧 大家知道TPP 他說你們大陸 中國隨時可以加入 這個對你們永遠是開放的 我說我是第一大出口國 第二大貿易國 我有所有的理由變成創始會員 而不是說我弄一個俱樂部 你隨時可以加入 沒道理 OK 中國人不傻 一看都清楚 一大陸就忙活了一圈 和東盟簽了個自由貿易協議 你不弄這個TPP嗎 我和東盟搞個自由貿易協議 和日本和韓國 談個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協議 談得如日如初的 基本上三個總理可以簽字了 後來所有的問題都出來了 菲律賓問題 越南問題 韓國 日本問題 中日釣魚島問題 全都出來了 美國人真的很厲害 我說真的是 一招全廢掉了 這是 忙活了半天 一下回到原點 三個國家傻到了極點 被美國一招全回到原點 現在美國說話就算話了 你要聽我的 你要聽我的 還聽我的時代又回來了 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這是 OK 但是就這麼 這格局就這樣子 一不小心 N多努力回到原點 是 這美國真厲害 是 所以非常重要的 至少我認為 雖然我不懂這一套東西 我說從經濟上從哪分析 大陸不可能有任何激勵 即和任何國家現在有軍事衝突 這是肯定的 這是 看不住任何道 政治體系 說幾句 其實這是前年6月6號 在華盛頓DC的一次演講 當時他們讓我評價一下 當時的世界金融風暴 那我當時主講 講的核心呢 就是我認為2008年不是個金融風暴 是西方制度出了大問題 就大陸講體制出了大問題 為什麼這麼講 講了四點 第一 西方 民主很難解決國債的問題 國債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老百姓都希望花錢 估計在民主制度下 能夠解決國債問題的可能 只有德國和韩國 老百姓願意 是列頂裤腰帶過日子 絕大部分國家不可能的 這是第一大問題 這是國債的問題 造成了這個結果 這是沒電了 這是 對 第二個問題 就是 西方目前這個制度 很難形成精英治國 在美國也是一樣 一流的人才 絕對不會去從政 律師 醫生 到硅谷發財 這都是一個他們的選擇 絕對不會一流的人去從政 這是個事實 除非到打仗的時候 才出現艾神豪威爾 丘吉爾 OK 這是 再者呢 相關的問題 在這個選擇方面的話 就是 它沒有這個層層提拔的制度 大陸的體制 有它的優勢 它是個層層提拔的制度 就是你必須從縣委書記做起 先從區長 縣委書記 副市長 市長 雄的省的省長 副的省的省長 然後兩個部委 然後副總理 總理 然後總統 你不可以直升飛機 這個是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個基層工作的經驗 但我不說大陸沒有問題 300年一個循環的問題 結構性問題還沒解決 這個錢全走到一起 哥的問題還在 腐敗的問題 收入財富不均的問題 但是這個體制有它的優勢 你不能全部就說沒一點好處 因為是大陸 共產黨領導一把就摁倒了 就沒有什麼學習的地方了 OK 所以這個是層層提拔的東西 這個也不存在 第三個弱點 就是這種短期行為短視 我剛才談到了 短視短期行為 第四個 就是收入和財富不均 我當時演講的261年歷史 以吉尼係數 美國吉尼係數到0.45了 去年到了0.475 民主國家最高的 本來 本來我對你這個體制還寄予厚望 結果發現你照樣有權有權的狼狽為奸 照樣形成這種格局 這是不同形式罷了 窮人越窮 富人越富 吉尼係數到0.475 這是剛披露的數據 0.4就有可能革命了 那再看一下 其他數據就不講了 什麼中產階級戰的比例 中值收入 核心的問題 我認為本來是 美國這個體制可能是有希望的 因為歐洲作為一個國家的 一直在長到1945年才停下來 這個300年一個循環的 沒有國家目前解決了 美國263年歷史 還不能說解決了 還言之過早 看這發展其實 四大問題 所以我認為它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 但一個共同的問題 除了四大問題以外 就是經濟貿易是全球的 政府都是本土的 沒法管制 G20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美國政府是管制不了美國企業 十年以後大陸的政府也管制不了大陸的企業 所以這個它不僅是個金融的問題 它整個體制的問題 系統出了問題 大陸有它的優勢 300年一個循環的問題沒有解決 因為政府的權力受不到 還沒有一個有效的限制和遏制 但是大進了一步是什麼呢 地制給廢掉了 不是爸爸傳給兒子了 這個領導是傳給8300萬 8200萬共產黨員 8200萬來選7個人還是選得好 還是可以選得不錯 我們的EMBA 今年朝六百多 5%的是官員 副廷級以上 我和我們同學做了分享 到目前為止 這話這麼說是不過分的 最優秀的大陸人 官員 無可置疑的 沒有爭議的 第二批優秀是國有企業的老總 那種責任 那種事業 那是胸懷天下 民營企業有優秀的 也有很差的 所以學而優秀是 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 你只要見過一副省長以上的 這幫人的才華 我覺得個個都是英雄好漢 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 今天需要領導力 需要事業 需要前瞻性 需要智慧 大陸體制的優秀性 成功的原因是這個 其實頂級的跨核公司 你跟董事長 總經理私下聊天 他也充分認同 他不敢到報紙上說 他就是拍共產黨馬屁 誰和中國站在一起都不靈 一說就壞了 私下可以跟你交流 但是沒有這個勇氣 你和共產黨站在一起 那你在西方 你怎麼奮鬥 是不是 就是這個問題 但其實這個 理性來考慮一下 從學術的角度來考慮這東西 他有他優秀的意義 真的有優秀的 其實這是孔老夫子的東西 與共產黨關係就很少很少了 這是政治體制 那我也講了 這是三百年一個循環的問題 一直得不到解決 政府的權力過大 第一就是腐敗 第二就是收入和財富不均 大陸的收入和財富不均 是全球top了 世界銀行的數據應該是不太可靠的 最新的數據 給大家展示0.6 0.6 那是收入不均最嚴重的國家和地區了 過度的市場經濟 是發展模式的局限性 局限性很多了 第一呢 匮乏偉大的商業機構 超越家族的 是因為這一點 洗完兩個週以後 把這篇文章發了 大陸一定要需要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就是大陸的IBM 通用電器 大陸這個市場有什麼特點 和印度和巴西都是一樣的 國有企業是壟斷利潤非常豐厚的 如果這個企業 比如說中國移動 是我個人的話 那一千億的利潤 九百億會到我個人腰包裡 一百億給兩百萬員工分享 九十十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 百分之九十的財富 就到了一個人腰包裡去了 百分之十的財富被N多的員工分享 挺可怕的 這體制不夠健全 這種行業是普遍存在 這是金磚四國共同的挑戰之一 不僅是大陸 第二 家天下的文化影響太大 父親一定要傳給兒子女兒 家裡一定要組這個足球隊 把黃馬和曼聯給劈開掉 這是中國共同的毛病 這個概率太小太小了 所以如果沒有這波國有企業 如果像中石油 對老董提的中石化 傅成語 一定要傳給他女兒 中石化生存的概率不是特別大 如果華為認證費 一定要傳給他兒子或者女兒 華為生存的概率也不是特別大 所以N多行業需要集天下英才 而不一定是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華人過這一關難度太大太大了 有 但是例外不是普遍規律 所以如果沒有幾個像樣的國有企業 全靠兒子女兒來拼天下的話 我們華人能在全球競爭性行業 能站穩腳跟的應該不是特別多 商業地產是可以的 我說兒子再傻等著收租就行了 這是傳下去 管理簡單的 不需要集天下英才為我所用的 好吧 這是我的顧慮 OK 所以我不是鼓吹國進民退的 我是反對國進民退的 我也知道國有企業所有的毛病和局限性 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我最早研究的課題之一 和吳迪寫過以前和寫過文章 但是在中國大陆現有的發展階段 有幾個國有企業可能是必要的 所以大陸造富的功能非常強大 出不了能超越家族的偉大的商業機構 像IBM 像通用電器 像西門子 很大的問題 所以也形成不了中產階級 占大多數的社會結構 從這一塊來講 日本當時上個世紀70年代 80年的發展模式值得大陸高度借鉴 當然美國60年代70年代 黃金增長 沒有這麼多富商 也沒有這麼多窮人 那真的是大陸好好的借鉴 但是 過去 這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大家吃飯的時候講過 2006年到了巴黎 在飛機上吃那個羊排食物中毒 在巴黎 住了兩天醫院 出院的時候 免費 我做夢都沒想到 免費 所有的旅遊人看急診全免費 當然法國公民是免費公費醫療 我說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身是更加熱愛社會主義制度了 以前還是熱熱熱熱熱熱 所以後來就做了一個小的研究 恩多我的小的文章 都是一件事對我觸動很大 就看了 我就做個四個標準 第一是人均GDP 第二是全民的公分醫療 第三是全民的大學教育 第四 吉尼叙數 0.33以下 四個標準 按我的標準一畫 社會主義高級階段 北歐 北歐 丹麥 瑞典 芬蘭 法國 德國 社會主義中級階段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澳地利 瑞士 這些國家 資本主義 先不要談中國大陸 先談其他的 這是 社會主義高級階段 然後社會主義 那資本主義 當然是英國 美國 那其實呢 大陸我們叫市場經濟 鄧小平先生 把市場經濟 引入 中國大陸 這是78年 79年 撒切爾夫人 把資本主義引入了 英國 國有企業私有化 減稅 編輯税率 從80% 一路下來 放鬆管制 弘揚自由貿易 所以 1981年 里根 把撒切爾做的一套東西 推廣到美國 三個偉人 成就了世界經濟的三十年 黃金增長 一直到2008年 嘎然而止 為什麼 收入財富不均 資本主義這條路走到頭了 我認為社會主義代表著未來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所以 我覺得過度市場經濟 過度 資本主義的國家 要飄移到中間來更多的社會主義 當然像南歐這些國家 負擔不起社會主義的 飄移到資本主義的方向 這未來十年 無論是執政 這是向教授看到的大趨勢 我認為不會出大錯 和諧是硬道理 發展是第二位的 將來 過去發展是硬道理 其他都不太重要 完全不一樣的優先秩序了 形式比人強 形式比人強 好吧 大陸企業的成功 主要是非主流行 就是我寫了三代企業之分 有機會到我博客上給你看一下 05-06年寫的 大陸企業的整體劃分 主要是鞋子襪子打我機 封刃機 扣子領帶 即使這些行業 大陸企業 產量都是全球80% 90%甚至更高 但是價值獲取幾乎忽略不近 你比如說iPhone 這是美國人披露 iPhone 大陸企業 富士康占百分之幾的出口 都忘了 1.3% 1.3%被大陸企業獲取了 然後你再看巴比娃娃 零售價格10美元 大陸企業拿到35美元 這包括原材料 包括加工成本 所以美國人動不動 我都和美國人私下都講過 其實我們大陸人是美國人的保姆 就這麼簡單 OK 不願意幹的活全給我們幹了 污染嚴重的 低附加值的 你不願意幹 因為有大陸的存在 你才有可能做些高附加值的活動 但到現在為止 美國人沒說謝謝過 你 manipulator 資金什麼操縱 是吧 我說我才拿到1.3% 我能操縱到多少啊 我操縱10%又怎麼樣 就看看數據 就看看大陸給你提供了什麼樣的價值 2008年 大陸出口占GDP40% 大陸得到所有的好處 40%左右 我沒有給全球人分享的 我得到的好處不是大陸人 我出口占了40% 我降低的成本被全球人分享 包括大陸的排碳 被全球人分享 不是大陸人 它不是個封閉的體系 它是個開放的體系 沒有人這麼想過 所以大陸企業的存在 使得全球的價格降了N多N多 但享受這些價格優惠的人 不會寫文章 給大陸歌功頌德的 被打垮的企業天天是上了頭版頭條 中國威脅論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沒一個公平公正的東西 包括印度 一談大陸就是批判的對象 印度就是深談 印度哪一個外資企業在印度掙過錢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天天把大陸做一個攻擊的對象 把印度捧得這麼高 哪一個外資在印度掙了錢的 大家都不看數據 一切都主導著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看看數據 用數據說話 比什麼都重要的是 大陸 城市污染到了空前的高度 不僅財富收入不均 所以在大陸製造的產品 成本很多沒有考慮在那裡 環保成本是最重要的成本 不僅富士康N个人去自殺 到了昆山 到了東莞 很多地方 鳥都不飛 鳥都不願意去 批霜打到地下 恩多士靠個公司干的事 沒有人說感謝過 大陸製造的產品 真的是補貼全球 你把環保成本打進去以後 成本絕對不是這樣 價格絕對不會這麼便宜 誰寫過這故事 全球29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 你看大陸佔了多少 所有人都舉出去了 你看看這事 是不是 那都沒有人感激過 沒有人寫過感謝信的 全是挨罵 這個罵那個罵 罵了一圈的事 做了這麼多 真的做了不少好事 那這個事必須改變 把自己給廢掉了 擅長模仿 匮乏創新 最具創新力的公司 騰訊算是一個了 華為 追隨時創新吧 華為 華為的偉大之處 不僅是勞動力成本比較低廉 這是富士康的打法 華為的偉大之處是 研發成本低廉 靠研發成本低廉 整合到一起 能和頂級的跨額公司 PK是不多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整合 勞動力成本相對比較簡單一些 但整合研發成本 還是有挑戰的 華為另外一個偉大之處 我是提名華為2008、09年 成為商業周刊 最具影響力的十個公司之一 我是代表亞洲的評委 每一個評委提名三個公司 我提名了華為 提名了米塔爾 提名了IBM 剛提名華為 那個主審官直接把我的提名 就給槍斃了 直接把華為cross掉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說華為的偉大之處 我說我給華為做過兩次培訓 第一次培訓是2001年 整個高層二十 包括任正非 包括孫雅芳 第二次是他們 最頂級的八個人沒參加 全球的五十幾個 大趣的一把手參加 華為的偉大之處 華為的偉大之處 是任正非 目前沒有把自己 煉成全大陸最富有的人之一 但是給全球打造了 十一萬中產階級 給員工世界級的公司 自己1.42%的股權 全球華人少有 這是方向 這社會要和諧 必須要靠華為這種公司 在所有的金磚四國都是少的 應該好好的 表揚表揚 我還打動了這個主編 我說的是我用數據來說話 世界級的十一萬中產階級 不是員工工資一個月一千人民幣 把自己變成billionaire 大陸太多了這種人 另外就是 你看所有的行業 一旦大陸企業成為主流玩家 這個行業 中產階級全給滅掉了 所以我經常和我們 包括我們的長江校友 我就說 我看你們最大的夢想 是把全世界中產階級 去煉成無產階級 然後你們就成功了 自己成了billionaire 這是不對的 這沒有例外過 這真的是這樣 你知道我這個意思了 但是最大的受益者 是消費者 消費者從來不說話 被滅掉的叫得最小 所以金磚四國整個發展模式有大問題的 有大問題的 財富太集中 所以這種方式發展下去不需要三百年 來得很快 我講任何制度 我講任何制度 不要跟我談什麼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的問題 任何制度 難以為進 各個問題 中國的吉尼係數 這是世界銀行的 這是數據不靠譜的 不好意思啊 北京話就不靠譜 不靠譜 not making sense 是吧 2005年 政府就停止 發表這數據了 其實最近的很多調查 大陸的收入和財富不均 都到了空前的高度 美國英國 在發達國家之中 也是有同樣的問題 好 未來的挑戰 挑戰我們可以花一天到兩天的討論 每一塊都可以 可持續發展 包括環境污染的問題 包括從組裝到製造 大陸是個組裝大國 不是個製造大國 如何從組裝到製造 我覺得可以複製的模式 就是德國 日本模式我們只有整合 複製不了 日本那個精細和專注 大陸人做不到 我是做不到的 我女兒這代更做不到 一個比一個憋不住 大陸人一天想三件事 日本人三十年想一件事 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日本它不需要有什麼商學院 就是精細專注到傻的程度就夠了 什麼都不需要 就是 就這樣 這個大陸人copy不了 德國模式是可以copy的 技工 一批一批優秀的技工 德國人做的 羅馬的人做不了 轉移轉移不了 優秀的技工 20萬30萬美元都是可以的 這個絕對可以複製 還有N多N多啊 從價格競爭到價值競爭 這一套N多N多的東西 包括超越民族品牌 超越為什麼要做生意 發財致富光宗耀祖 西方人老是考慮如何做生意 對中國更為重要的是 為什麼做生意 我們做生意 如果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 我們會出N多問題的 不擇手段 巧取豪多 上九天攬月下五陽桌邊 沒有不敢幹的事 假藥假什麼問題都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做生意出了問題 不是如何做生意出了問題 所以商區院 在大陸這樣的市場 要問為什麼做生意 不僅僅要問如何做生意 還要問掙了錢以後怎麼辦 三個問題都要問 為什麼做生意 如何把生意走 掙了錢以後怎麼辦 哈佛基不需要考慮 我們必須考慮 高度重視 不能靠北 這就是這麼多年以來 我一直估計從月球看地球 你才有創新和引領 否則你永遠都是二流 亞洲人一直超越不了這種思維 西方高高在上 我們滴滴在下 如果把西方的理論和我們中國實踐相結合 是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還是西學為體 還是折衷 叫A類二流 B類二流 C類二流 永遠二流 還相互看不起 還往死裏掐 鬥爭了N次了 一百多年以來 亞洲共同的謀略 不僅是我們中國 日本 韓國 印度都是一樣 這個思維方式 一定要跨越 當然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大陸如何管理好和美國這個關係 哎呀 學問還很大 這是這是 不好弄 這是老大和老二永遠是很難處的 這是 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都很難處 其實大陸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我說的都是實在話 OK 大陸待了這麼多年 我見了這麼多企業家 見了這麼多官員 見了這麼多學者 沒有一個人跟我談過共產主義事兒的 這是 20年了 這是 我說的都是實話 沒一個人跟我談過什麼共產主義 這是 其實鄧小平的白毛黑毛論都已經很清楚了 好 展望 這個 對 中國GDP 如何能超越美國 各有說法 那 這個 Petersen Institute 他認為 PPP 調整一下 GDP 2010年大陸已經比美國經濟已經大了 這是 即使不要PPT的調整 最樂觀的是 經濟學人 他認為2018年 中國的經濟總量會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No.1 那 中國大陸的社科院認為2020年 也有2030年 還有2025年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十年之內 這個應該不是太特別遙遠 十年之內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這是 總量 不說發展程度感上 這經濟總量超越美國 應該不是一個特別難的事兒 這是 為什麼 幾個有利的因素 第一 城市化率 大陸才50% 巴西都80% 美國80% 靠內需這個成長空間很大 我看最近李克強老師談城鎮化率 城市化率去年才到50% 前年了 不是去年 服務業 占GDP 大陸才占43% 美國是82% OECD70% 大陸到目前為止 不僅是組裝大國 但N多行業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市場 或者是第二大 面向未來十年 是最具增長力的市場 你看三條同時在一起 歷史上有過幾次 最大的組裝 最大的市場 最具增長力 三條放在一起 我們這代人太運氣了 相當一部分是毛主席的貢獻 人口紅利 這是事實 不能不成這個情的 當然 如何構建包容性增長 對大陸是個巨大的挑戰 尤其是現有的政治體制之下 如何減少收入財富不均 我覺得是重中之重的課題 我看最近領導人高度重視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其實我這文章寫了三年四年了 這是 與領導換屆是沒關係的 這是 那我的文章 一般三年五年以後再念 你覺得更有道理 當時看著還沒有那麼道理 這是OK 我的N多文章都是 停個三年到五年再看 也許更有道理 所以我希望的 我叫新一代政企關係 最近我們和肯尼迪 討論了很久很久 就說 西方這套體制有它的局限性 大陸的問題有它的優勢 但有它的問題 所以下一代的政企關係 會是個什麼樣的 我不講嗎 我們經過文革 我們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敢想 所以沒有什麼思想禁錮的東西 可以向全世界學習 向先哲學習 敢想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有沒有新的一代的關係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到的 新的一代的關係 我希望能做到 當然要做到精英之國 同時政府的權利受到限制 制衡 中校兩全 也許新加坡是個模式 當然新加坡是個city state 就是有沒有推廣的價值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它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我不是說 新加坡就是下一代的選 就是下一代的模式 所以我希望能做到精英之國 因為現在社會變革太大 沒有智慧的人很難領導這國家的 真理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在巨大變革的時候 真理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但我不希望形成一種獨裁 濫權 這些東西 因為這種災難也發生過N次 所以能不能實現精英之國 同時對政府的權利有一定的限制 新聞自由也好 法治也好 民主制度也好 包括新一代互聯網的產生 這是social media 這個網絡的文化對政府的制衡 第二 盡量減少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這是收入財富不均最大的根源之一 政府資源配置 第三 能不能實現包容性增長 增長的同時具有包容性 第四 能不能建立超級和諧的社會 比如說日本就是個經典案例 唸孔老夫子的書到了日本 我說My God 孔老夫子想的都被他們實現了 天人合一 人和人之間高度的信任 全世界的奮鬥目標 日本人早就實踐了 但是這個社會超級和諧 會扼殺創新 永遠出不了谷歌 永遠出不了脸譜 可能能為二流的國家 這是個實踐的問題 我沒有答案 這問題在思考 思考 有沒有一個中校兩學人的體質 那美國 哇 收入財富不均到了空前的高度 當然有谷歌有脸譜 汽車走不过日本 德國出了思科 出了Sysco 出了Oracle 出了很多 出了微軟 OK 現在出了Facebook 出了Google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這之間怎麼找個選擇 對大陸來講 我眼睛睁得巨大 向全世界學習 一直在尋找 解決方案是什麽 打破階層固化 我和Woody的時代 我們是沒有階層固化的 當然毛主席通過文化大革命 把階層固化給廢掉了 把我爸爸的教授送到農村做農民去了 這沒有 所以茶叶蛋的人 掙的錢超過做導彈的 這沒什麽不可以 有什麽不可以 為什麽茶叶蛋的人 掙的錢 一定要少於做導彈的 恩多這個 就是我們思維方式的 這種固化 這是OK 毛主席用他特有的手段 把整個社會給顛覆掉了 但是我不希望 社會固化是靠毛主席這手段 甚至來解決 我也不希望 中國再走了一個 三百年一個循環的問題 實在不行的話 就是一人一股就算了 三百年以後 從零開始 是不是全部從零開始 這好像也不可能 這是 那不管怎麽樣 我們要給老百姓一希望 如果老百姓覺得沒有希望的時候 三百年一個循環的問題又回來了 任何政黨 任何政治制度 都是有挑戰的問題 所以如何真正的做到弘扬公平公正 如何真正的打破社會階層固化 是每個社會面臨重大挑戰 大陸也不例外 我相信這幫領導人 天天琢磨的想的事之一也是這個 獨立任何政治制度 好吧 這是 所以一直在尋找過去幾年思考的重要問題之一 就是叫新一代的正习關係 所以在學校創辦的第一天起 我就一直鼓吹全球事業 全球挑戰 全球責任 華為和聯想一定要忘掉自己是個中國企業 才有可能被全世界所接受 長江商學也是一樣 我如果成為全世界影響力最大的商學 我必須忘掉我是個中國的商學 必須 如果三星打著給韓國人創造民族品牌 進入中國大陸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大陸目前這種狹隘還是存在的 從民族品牌到自主創新 這種超越 都是更大的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 所以全球的挑戰 全球的責任 全球的擔當 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 將來我們和台大也聯手 培養一批真正有考慮全球問題 解決全球問題 承擔全球責任的企業 那華人他有可能在全世界得到尊敬和尊重 否則是不可能的 發展的空間是有的限制 所以這次大陸一年一度的企業家峰會 我是第十一次做他們主題演講 我說在座的這麼多代表著大陸企業的精英 我在紐約我在全球開了很多會 考慮問題都是全球問題 但一到大陸永遠是北京的問題 上海的問題 陝西的問題 河南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很重要 但一定要記住 大陸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了 打個比方來說 你是你們家第二個兒子 財富第二多的兒子 天天琢磨的事就是你們家的事 你這個大家庭不會尊敬你的 不會尊重你的 你的發展空間必定會受到限制 所以十年以前就提出全球事業 現在更為重要 社群對你的期望是不一樣的 必須有全球的擔當 必須忘掉你是個中國企業 必須胸懷天下 沒這胸懷不可能在全球成功 任何民族 任何企業 狹隘是我們進步最大的障礙 沒有這個全球事業 民族品牌 聯想打著為中國人創造民族 日本人會買賣不可能的事 豐田打著為日本人創造民族品牌 進入大陸會有市場不可能的事 頂級的靠工都是中國的IBM 中國的通電器 中國的豐田 保馬的社長到中國一個大陸的 著名學校做演講 校長介紹 這是德國靠工公司 保馬的社長 社長演講以前說 對不起我不是德國的靠工公司 我是個Global Company 知道我的意思了 人家是倒著練的 完全是不一個境界 境界是我們進步最大的障礙 十年以前我都看到這個問題 大陸太小 絕對太小 要有全球的夢想 超越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企業和企業家 能學會我鼓吹的雨 從月球看地球的 視野 思維 它有大風流的創新 它有引領全球的創新 遠遠超越這種 殺的一千自尊八百的 目前流行的主流 它有它的歷史的道理 和存在的道理 但我不希望所有的中國企業 都是殺的一千自尊八百 我的成功一定要把我競爭對手放倒 沒有必要 天空如此之廣闊 這個向美國人好好學習 全世界人都要向美國學習 超越術 重視道 我給長江留了六個字 取勢 明道 優術 我們長江六個字的鎮山之寶 當然主要來自於先哲了 我是不得了個概括和總結了 所以西方過於重視數 我們不僅在管理上可以行行雙向交流 但我們東方交西方的時代 確實到了 去年9月6號 我們在倫敦教學點正式設立 我們的旗幟就是這樣的 過去貿易西方交東方 從今天起 東方交西方的時代 從管理的樹 到道 道 我們先哲的道還是很厲害的 包括 何而不同 這和美國的觀點完全是不一樣 我們在唐朝 我們在No.1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說日本人一定要學什麼 韓國人一定要學什麼 不是全世界都要按我這樣 誰願意學誰學 還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 日本人把漢字拿走到現在沒收錢的 到現在為之是 就是你喜歡你就拿回家 就是我們自己感覺非常自豪 但絕對不是說 我認為我是全世界最領先的 你必須按我的生活方式來過 否則我就怎麼招你 這是美國的 哲學思想都是不同的 非常重要 未來必定是何而不同的事態 我對儒家文化影響的這個圈 未來是充滿信心的 但一定要何而不同 不一樣才有未來 差異產生美 絕對不能都一樣 都追求同一個夢想就完了 差異產生美 我經常用的這個例子就是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去發現 莫斯科人 第一沒有商業氣氛 第二時間是無窮無盡的 任何事都超級慢 我們時間就是金錢 他們時間是無窮無盡的 做什麼事不要跟他談 快快快什麼 著急能不能幹嘛 我自認為我就理解了 為什麼俄羅斯能出 這麼多優秀的芭蕾舞演員 時間是無窮無盡的 為什麼高中數學老師 花恩年算出同步衛星的軌道 為什麼俄羅斯在文學 在藝術近代做出這麼大的貢獻 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產生不一樣的人才 文明的進步一定要不一樣 不是一樣 這和美國主導的完全是不一樣 一定要不一樣 不一樣的夢想 不一樣的選擇 文明才能進步 好吧 當然天人合一也銷售給西方去了 而西方是以人為本 我們以人為本也有 但是天人合一 相對基督教古希腊文明的 以人為本還是確實領先了一代 如果從可持續發展 人的地位沒那麼高 這個也可以拿出來和全世界分享 不僅對我們好 對全球都是好 好吧 所以我希望 就是將來我們共同的推動 這個事情不是一定要是為我們的利 其實是為了全球的利 所以你如果你在做事情 在全球取得成功 一定要靠common good 人都是不傻的 你做的事必須對你好 對全世界都好 你才有可能有更大的空間 我們經過這三年四年的探索 在美國在歐洲還是取得一些進展 最重要的還是common good Global problem common good 越來越被接受 OK 從政界到企業界到學界 接受的目前是越來越多 OK 就是我要講的東西就這麼多 好吧 謝謝大家 講錯的地方 講錯的地方 大家多多包涵 這是 謝謝 謝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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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吧,还能谈一下台湾在中国的未来。 这个,其实我来台北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希望多学一些。 28号,在U.C. Berkeley分校,和几个大师搞了个小的座谈会,包括傅雅玛,和山历史终结论,包括朱鲁明老师。 其实,大陆的政治改革,我也思考过一些。 我虽然不思考这一条,我的专业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包括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这是我的看价过程。 中国企业全球化,我给你讲四天的课程,如何整合全球资源。 但是,对傅雅玛提一个问题,就是我说,我们07年办了一个印度CEO班。 来了14个印度大企业的董事长,两个副总。 做了两天的课程以后,我们和巴黎的INSEAD共同合办。 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到底我们大陆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印度人嫉妒羡慕的? 我觉得是我们的机场。 16个人,加上他们那个女大使。 17个人一致认为,他们最惊怒,最羡慕的是中国的一党执政。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说的实在话,17个人一致。 他说,如果我们印度有了你们中国的一党执政,我们印度的经济绝对不会是今天。 联合之政,五年吵完以后回到原点,没有一个人做决策。 原话,我做梦都没想到。 然后最近我拜读了Fukuyama的最新的书,Origin Political Order。 他说,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秩序的起源三个。 一个是国家的概念,源自于我们中国秦始皇。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概念是秦始皇建立的。 第二个是法治的给当然西方了。 第三个是对人民负责,三条。 他认为中国当然国家的概念很强大,法治是不健全的。 对人民负责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这是他的原话。 但是我说,我拜读过你的书,包括对大陆,对印度的评价。 印度,三分之一的国会语言,是Unde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三分之一,刑事调查。 那当然我也请教过我们学校的一个韩国教授,赵东成。 他是上一任韩国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也是首尔国立大学的前任院长。 他一半时间在我们,一半时间在首尔。 今年7月1号,几乎90%在我们这儿,10%在首尔。 我说你韩国的这个,我没研究吗? 这不是我的主营业务,我说我请教一下你。 我说你韩国到底走过怎么样的过程。 他说,韩国其实第一届也是一样。 75%的议员结束以后进监狱了。 75%选上的议员,退下来以后就进了监狱了。 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才基本上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体系。 大陆的我没研究过。 大陆我们很多同学生都是边远地区的书记之类的, 聊天都讲。 村的直选大陆早都是进了。 村选到目前为止,照他们讲来讲, 大概70% 80%到90%都是基本上是村霸, 或者是黑道被选成村的议员。 他说我们这农民从来不怕我, 因为我这个书记五年就不做了, 调了其他,换了工作岗位,提升了。 最怕的就是村霸。 他说我们三代人和他住在一起不选他做代表, 那就完了。 他修理我们三代人, 谁都不怕, 主席我都不怕, 我就怕他。 很麻烦。 再往上选, 你选的最大的还帮头做了总统了, 这是, 是有可能的。 所以, 大陆要比韩国要大得多得多。 我不是给共产党找借口, OK。 这条路早晚必须要走的, 但事实不好弄, 没那么简单。 所以Fukuyama, 我提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他说, 如果我这要说出去, 我美国的同事会不会骂死的, 他说我给大陆提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加强法治。 尽管一党执政法治建议是有挑战的, 他一定要加强法治。 至少大陆的法治过去五年十年确实还有一些进步, 这是事实。 第二, 学习自民党, 党内民主, 然后再讲其他。 OK。 所以我说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儒家文化影响这么深的国家和地区吧, 每一个实践都应该作为资产来看待, 不应该作为负债。 像每一家的实践学习, 多元。 每一家实践都是资产。 好吧。 你只有这心态, 才有未来。 开放的心态。 所以台湾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包括对中华文化的保护。 你看, 香港就是, 是放手谈到我女儿的这个, 我两个女儿, 来到台北以后, 台北中华文化的保护远远超过了香港。 但是他说, 他感受不一样。 他说, 我从小在香港念书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 小学, 一起玩的, 可以13个国家以上的孩子。 所以我现在到任何国家和地区, 我觉得他们太local了。 包括到了哈佛, 就是太local了。 到了北京更不用说了, 三分之一是韩国人, 你知道吗? 在那学校里面, 这是太不够多元。 所以香港的多元要好好豌扬。 香港的全球, 台北的中华文化的保护, 也至少在大中华圈里做得登峰造地的程度。 就各有各的千秋, 各有各的专场, 不要去模仿我, 我去模仿你。 差异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吧, 一切差异都作为资产来看, 这要不违反人性。 允许不一样的模式, 不一样的探索, 不一样的梦想。 所以我对, 当然台湾也是多元文化了, 不仅中华文化, 日本文化, 美国文化影响也很大。 以前那么多留学生到了美国去留学。 所以我是以资产探索的眼光看待一切的。 我是尽量做一个好的学生, 尽最大的努力。 OK, 谢谢。 好, 还有。 请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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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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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那, 其次是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 我想这些年来全世界都有非常多的讨论。 那, 事实上, 事实上, 刚刚对您前面所说的我也有非常多的问题。 可是限于时间, 我想这部分我就今天暂时不提问。 那我在这地方只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您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 希望能够说中国政府在降低在资源配置上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影响力。 对, 可是在更前面的话, 您甚至还提到就是说您个人是赞成国有企业。 那, 就我的认知来讲的话, 事实上, 嗯, 其实综合我们今天整个晚上所有讨论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国有企业在以中国股市来说的话, 它有很大的一个成分都是国有企业。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国有企业它事实上在资源上也造成了一些配置上的不公平的现象, 资源上的没有效率, 然后甚至它有时候是为了政策, 事实上它的一个企业的策略甚至会伤害了股东的权益。 那, 所以说, 我是有点不太了解, 如果说国有企业它有很多的限制跟缺陷的话, 那, 呃, 如何又能够说利用, 就说这这两这两件事情似乎是有点互相, 呃, 就是不太能够去有些冲突的, 那不想说夏老师怎么来, 呃, 能够进一步来说明说如何, 就是说这利用国有企业来发展一些朋友的一些产业, 但是它又不会去造成说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道, 谢谢。 好, 谢谢你。 首先呢, 就是,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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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产业, 呃, 呃, 这带来的毛病是很多很多的, 就是, 同样, 国有企业过于强大, 带来的副作用我也是知道的, 但我想强调的, 就是说西方人意识不到, 大陆是没有IBA, 没有通用电器的, 你不可以赶尽杀绝, 目前把国有企业给废了, 这是, 这是我强调的, 就是, 就哪些行业需要国有企业, 就是可能, 你像, 充分竞争的, 家族企业给做的很好, 你房地产开发, 你国有企业做着干嘛, 啊, 那儿子再傻懂得收租就行了, 这是对不对, 这是, 那这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国有企业进入这些行业, 但真正那些行业, 民营企业目前靠家族管理, 或者靠儿子女儿接班很难胜任的这些行业, 倒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可以考虑留上一个到两个, 一定要全球超越你们家来选这班人, 这, 有些行业是可以考虑要进国有企业, 好吧, 我是绝对反对国际民退的, 我是反对国有企业, 国家在资源占有这么大的作用, 我强调着不能现在就赶尽杀绝, 不是西方这种观点, 好像建了国有企业一定把它灭掉的感觉, 好吧, 这是我这个, 我没把它说得清楚, 项院长非常谢谢你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就是我们收获非常的多, 那, 其实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提到了很多次, 基尼系数过大, 那就是说, 基尼系数过大, 中国势必将来会改善这个问题, 但是改善这个问题, 将要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那我想要就是, 请这个项院长讲一讲, 可能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因为这也是整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问题, 过去呢, 因为以前那个邓小平先生, 他有觉得发展就是硬道理, 就许收入财富不均, 我们可以坚持一下, 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但你知道这大路走了这么三十多年, 这和日本当时崛起走的路是非常之不一样的, 日本是全民中产阶级, 很少有富商, 很少有穷人, 我讲过美国的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也是走过类似的路, 所以大陆这个路是没法持续的, 制度这么健全, 相对于英国美国都走不下去了, 大陆还有可能再走下去,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将来必须把包容性增长, 把民生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个有可能牺牲GDP增长率, 就是以前发展就是硬道理第一位的, 将来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的, 这是可能包容性增长是个硬道理, 也许我希望政府也能做到, 可持续发展是个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两个都是硬道理, 因为否则我们这个环境是真的是很麻烦, 几乎走到尽头了这是, 那包容性增长, 还要政府高度重视, 那怎么重视, 怎么解决这问题, 那方案之一, 那就是减少政府在企业配置资源的, 在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 这是个必要条件, 当然透明, 也非常重要, 那最近我看这个习的领导这政府, 我觉得最近至少, 一开始的开端还是不错的, 就是重视公平公正, 那包括本人, 本人做了些,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一些动作, 因为你一把手你这么做的话, 其他人就很难超越你了, 是不是在很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觉得政府必须这么做, 也必须这么做, 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其实我是认为, 好吧, 所以当然, 那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到限制的话, 你资源配置过去, 因为贪污和腐败的存在, 使得资源不一定你想到你想到的人手上去, 至少会大打折扣, 十块钱可能一块钱两块钱到了终极, 所以这都是我想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 就是集权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真的进入了一个孔老夫子主导的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时代的到来, 那这个时代, 这个体制, 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 是不是政府有自我约束力? 也许能做得到, 也许做不到, 做不到的话, 约束力从哪来? 怎么限制政府的权力? 那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探索, 那村的选择我已经讲了, 村的直选, 如果目前直选不灵的话, 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关心经济问题比较多, 政治问题也观察到一些, 但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整体还是乐观的, 因为这么多好的因素在那, 真的没有必要不乐观, 如果大陆你再不乐观, 你还到哪去啊? 是不是? 你全世界看了一圈, 天哪, 真的是很运气的, 这是, 所以我希望, 就是台商啊, 我们台湾的这个同胞, 真的这个机会, 撇开政治不讲, 这个经济机会一定要按住, 绝对, 历史太难得的机会了, 到哪找这个机会去? 三个因素同时具备, 太难得了, 绝对不能放过, 因为不赢全球难以生存, 那全球最重要的增长点, 目前为止还是大陆, 我接触这么多董事长总经理, 包括, 包括日本的, 这个社长, 他们私下给我说, 他说, 其实什么叫金砖四国啊? 中国以后还是中国, 挣钱就这么简单, 没有金砖四国, 原话啊, 通过他们这么多年挣钱的经验, 中国以后还是中国, After China, still China, 没有地方挣钱的这是, 太辛苦了, 到印度去试一下吧, 不信的话这是, 事实上三年五年再回来看看这是, 好, 邵老师这样, 那个, 有一些, 我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想法, 基本上来讲, 国营企业可以做大企业, 国营企业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 因为国营企业的老总, 眼睛都有下一个地方要去, 它是, 它是靠什么赚钱的, 它不是靠研究发展, 不是靠创新, 不是靠什么, 那, 伟大的企业, 像欧美这种东西, 它是不可能国民, 因为, 法国国营企业占这么多, 加拿大国营企业占这么多, 没有任何一个国营企业, 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GDP这个东西中国成长那么快,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我没有数字, 中国的GDP到底有多少是来自于土地的增值, 中国的企业家这些亿万富有多少的财富是来自于土地的增值, 不管它表面上, 它有多少是来自它的营业的利益,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 包括今天的国营企业, 绝大的利益, 事实上是来自于土地的增值, 那土地的增值也是今天中国财富不均等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因素, 那, 但是土地的增值, 中国创造这么大的GDP, 是因为中国的土地增值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造成的, 你看日本, 看美国, 看英国, 土地增值都是GDP的很大的成因, 但是它都是花了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来累积, 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 所以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么高的土地增值, 滚进去看到的是非常短时间的一个GDP的大的增值, 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限制了土地的价值的增加, 因为你要限制房价, 那么从一级城市二级城市三级城市, 该炒的土地炒完了, 那下面的财富藏造要炒得下来, 那是真正就是要凭实力去创造财富。 大致上这样。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少, 就是包括我刚才有个图片, 就是这个大陆在过去这个十年二世纪的productivity growth, 是全球最高的, 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所以大陆的这个财富不是说就靠土地生殖就可以, 所以, 这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主要是第一, 技术先进多, technology, 第二呢, 管理确实领先的多, 包括国有企业, 中国移动现在的管理水平和十年以前相比, 没法同日而语, 那我觉得还是有一批管理相对比较优秀的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管理水平是空前的提高, 这是, 所以从管理水平到人的视野和境界, 到管理的基础设施, 到这个更新的技术, 使得大陆劳动生产力有的空前的提高, N个证明大陆劳动生产力提高是全球领先的, 包括申请的专利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了, 五年以前到大陆拿斯达克中小版创业版申请的企业, 很少有人可以说我是全球最领先的, 五年以前很少, 说都不可以说, 现在你看到拿斯达克申请, N多的企业都说我在这个缝隙上, 我绝对是全球number one, 因为过去的话, 等你市场成为全球number one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才流程都会到你这来的, 甚至创新都不像你来创, 全世界必须为你创, 你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必须有最精彩的人才, 最优秀的团队, 最好的产品, 最领先的创新, 过去是不需要创新就可以成为十亿美元的富翁, 但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看最近三年到五年, 就看这些中小企业上市, 能够说我是全球这个奉行的最先, 一批又一批, 时代真的是不一样, 再停十年, 世界我认为会给颠覆掉的, 各行各业都有一批优秀的大陆人在全世界, 最为重要的, 现在这么多大陆企业的沉淀, 手上的资金, 现金, 市值, 增长机会, 全球你说和它竞争, 吸引人才还是有挑战的, 时代会不一样的, 那无可置疑, 在调整宏观调控以前的具体数据, 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占到GDP25%, 这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但即使是这样, 政府还痛下杀手, 做出重大挑战, 为什么? 收入财富不拘, 稳定。 你看, 这是个重大挑战, 按道理的全球金融风暴, GDP增长有这么大压力, 你说这么重要的一行业, 我敢把它灭掉, 记住就给你灭掉。 OK, 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必须取势, 中央它怎么想的, 你要了解, 什么东西最重要的, 过去最重要的, 现在没那么重要。 好吧, 具体的数据我没有, 但是大陆GDP的增, 这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是无可置疑的。 这是财富, 不是仅仅靠地, 就可以创造。 另外很多人说, 这个大陆是不是这一个, 包括到了美国, 他说你是不是这个有权的, 有钱的人, 就可以挣了大钱了,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大陆的革命早就实现了, 又新的一论革命又开始了, 你就看我们的校友, 那很多很多, 甚至绝大部分, 绝对应该怎么说, 绝大部分真的是白手起家的。 15年以前, 才5000人民币啊, 是不是? 那现在这种最富的大陆人之一了, 很多是农村来的, 是不是? 家里没有任何背景。 一批一批的消费品行业, 产生这么多富商, 那是靠拼出来的。 正是有这个机会的存在, 这社会相对来讲, 这么多不均还有稳定, 机会还是在, 将来就很难了, 过去5000人民币成就了这么多, 你今天5000人民币再成就这么多, 概率就小了很多了。 所以这个新的政府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好吧。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take最后一个问题。 有没有哪一个同学要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我们就走。 政府补贴现在和过去相比是少了很多的, 但政府的介入不是补贴。 你看发改委它可以有定价权, 那油价是发改委定的, 所有的处方药, 所有的药价都是发改委定的。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不是直接补贴, 它告诉你必须卖多少, 价格不能超过, 是很麻烦。 所以这个也是, 企业创新了以后也很麻烦, 创新了以后你价格也很难得到体现。 发改委不一定理解你创了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他给你规定了三块钱一盒, 就三块钱一盒。 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这个定价权。 所以发改委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确实将来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这是。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那请各位呢, 这类感谢我们的向运长。 为了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呢, 我们准备一个我们台大的磁盘呢, 让他回去放在长江的办公室里。 我们下一次呢, 一定要去看。 给谈一下他是不是放在长江的。 你沉寂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的, 感谢各位今天的秘名。 另外一个, 我们要特别感谢他的医药基盘的参与美同胜, 他今天做这种变化过来。 因为他本身的是台大跟长江的共同效应。 他自己的BBB, 我们的演讲参与美同胜。 我们要特别感谢他。 好, 在这里谢谢各位。 OK, 谢谢。 谢谢。